妳的勇氣 真的比我們大人還要大 妳知道嗎 只是以後有什麼事 妳不用一個人扛 可以跟老實說 好不好 聖姨 我真的覺得妳今天怪怪 沒有啦 媽 我哪有怪怪的 不是 只是景福爺爺的事情 讓我感觸很深 景福 就是那個 他爺爺住院的學校 怎麼了 是不是景福爺爺 狀況不太好 狀況越來越差了 我真的比景福 擁有了多太多了 真的好幸福 爸爸 我也好幸福 所以我們一家人一定要更惜福 我也一定要抽出更多的時間 去幫我像景福這樣的學生 你幫得還不夠 人家做老實是很輕鬆的 你怎麼做到這麼年才拚命 如果打破身體是怎麼做 爸 媽 你們說的我通通都知道 我也了解 但是每個學生 就算是我孩子一樣 就像你們會關心我 會擔心我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理所當然 我也會關心我的學生 我不想 就這樣把這個案子轉介出去 可是 郭文 你不用擔心 我會做好我的工作 是我跟休息的時間的 好了 就讓她自己去做主吧 來 吃飯 今天你媽好不容易 做了這麼多好菜 可不要讓菜涼了 萱萱 妳多吃一點 來 我不是那談戀愛的小女生 我也不需要 妳二十四小時 都要陪著我跟萱萱 我只是擔心妳的身體 妳看妳每次一個案子 又接著一個 好像永遠都沒有停止的 那一天 每個個案都是特殊的案例 而且每個學生 也都不一樣 所以每個案子 真的都是特別的案子 可是對我來說都是一樣的 妳就是一樣 常常晚回家 不然常常不在家 妳除了學校的事情要忙 妳連假日 還有教練會的事情 或是我都想 媽 我搞不清楚 妳到底在忙什麼 妳到底什麼時候 才肯停下來好好休息一下 發筆放下 考試時間已經到了 你們一定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要讓你們做 聽寫這個動作 其實我只想測驗一下 你們到底是不是 真正的認識自己的孩子呢 貝貝 聽說周杰人是妳的偶像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來看媽媽 把妳偶像的歌詞 聽寫得怎麼樣 好 來 看一下 媽媽都寫錯 不及格 歌詞沒有寫到 我只是個卑微的小丑 翻幾個跟斗 就等妳拍一拍手 我是孤獨的小丑 妳笑了之後 不需要記得我 孤獨的時候 滿天的星空 最明亮的是寂寞 這首歌的歌詞 描繪的雖然是小丑的心情 但是其實 跟孩子們心裡是很像的 怎麼說呢 妳的孩子每天 可能是快快樂樂 開開心心的去唱課 但是 這只是你們看到的表面 實際上 她也許在學校受了欺負 交朋友遇到挫折 課業不順利的時候 他們躲在房間偷偷哭泣 你們看得到嗎 作為家長的你們 真的瞭解自己的孩子嗎 其實之前 我就聽心意 常常提到林美師姐您 她說 您就像淑娥老師一樣 總是在她有困難的時候 給她很多支持還有鼓勵 互相 妳真是有福氣 不過心意娶到妳 我更幸運 要不然像她這麼忙 花在學生身上的時間 比家人還要多 如果換作是別人的話 可能早就把她修了 或是跑掉了 開玩笑的 妳真的很棒 心意可以娶到妳這麼好的太太 難怪她可以心無旁駕 做她想要做的事情 林美師姐真太會說話了 我沒有妳說得這麼好 有時候還是會有點想抱怨的 我了解 不過我相信 妳對心意的體諒跟包容 絕對是多於抱怨的 因為她在做的事情 真的很有意義 妳應該為她趕她驕傲 我先生生病住院了 我要去醫院陪她 所以我不能上輔導課 要找別的老師幫忙帶課 可是好像所有的老師 都有事情不能幫忙 我先問我怎麼辦才好 立老師 我跟妳換好了 我不是要去花蓮上課嗎 沒關係 可能機遇還沒到 反正下次還有機會 謝謝心意老師 謝謝你 真是不好意思 沒關係 我們照顧婉妮先生比較重要 這樣也好 我不去的話 剛好可以帶球隊去參賽比賽 你還是會不會轉念 而且轉這麼快 我又有人把我當成功 別像機會 請,請 GO 6 8 9 太久 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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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剛才那邊就是有的好不好 為什麼不做 明明就進了 回去做 回去做 回去 撞了 那裁判給我小心一點 就不要被我遇到 遇到 遇到你才是怎樣 既然參加了比賽 就要尊重規定 服從裁判的判決 這樣才是一個運動家的精神 你們 懂不懂 知道 坐下 你們要相信自己 不要放棄 再接再厲 有沒有聽到 聽到 大聲點 聽到 可惜 就差這一球 是很可惜沒有錯 不過看到學生們 懂得接受失敗 轉化失敗的情緒 為進步的動力 光是看到這一點 我就覺得很值得 這也許是菩薩課 要給我們實驗跟考量 你說得對 怎麼這麼臭 對啊 怎麼這麼臭 它多久被洗了 臭死了 在空間的面前 在空間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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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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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好像是隔壁班同學 前面 方小金 是不是你們班上的同學 是啊 老師 那你們為什麼都跟她玩在一起呢 才不要 她都不洗頭 不洗澡 臭死了 不要臭死了 我這邊都不玩了 門怎麼鎖那麼緊 有人在裡面嗎 有人嗎 同學 OK 有人在裡面出生 那小金的時候 又是怎麼回事 小金就是被社會局 安置到兒童村的孩子 他是這學期 才轉來我們學校的 狠心母吸毒狂生 治女產遭燙傷 怎麼會有這麼狠心的媽媽 是 吸毒真的是害死人 這就是小金的故事 我誤過兒童童的人 他們說 有可能是因為 小金不好的兒童經驗 造成她有幽閉口拒症 所以她不敢一個人 待在密閉空間 也不敢關門洗澡 她每次洗澡 都是衝進去 隨便淋點水 抹點肥皂 然後很快的又衝出來